究竟名字可以有多特别呢? 需要有多特别呢? 上一集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不同的名字 我相信香港有很多人的名字很特别 所以我们才到第二集 是 而且也不容易的 要看完你投稿所有的名字 其实有些是真的有趣的 但到后面已经开始重复了 还有真的有点后悔 我们收集这些名字有很多字 我们说收集一些大家不懂读的字 其实都是玩着自己 因为大家不懂读之后我们又不懂读 好像讲到我们懂读的字 我们不是Ben Sir Ben Sir 懂读的字都没用 可能Ben Sir也是懂读的字 他也未必懂读的字 就是 我曾经有对学生两兄弟的名字好笑 一个叫刘定堅 一个叫刘定堂 刘定堅还是刘 刘定堂也可惨 也是不老底的 如果你没有姓名就这样叫定堂 就觉得OK 定堅也OK 是很坚定的 对 那为什么不叫坚定呢 一流坚定很滑契 不懂添 还是没有添 不懂添 添又是一个很以前年代的名字 还有英文名这些 通常如果他那个年代出生的话 英文名一定是叫添 难道叫don't know I don't know 我朋友叫周若翰 他的名字叫John Chow John Chow 小学有个师妹叫做欧都同 敏山善 欧散同 这个是同字 全体同人的同 你的影片 广委论全体同人 谢谢大家收看 这些是古字 这些是古字 线 线线线 线 线同 勾线同 线同 勾线同 这些名字没有人会读 因为这些字真是古字 有没有用 不是有没有用 为什么要这么用 说一个没人会读的字 究竟是厉害 威衰 还是不方便 还有有时候 这些名字是我们找回来的 我们找一些 某某字 哪里找都不懂的字 对 因为他的字 好像 大家都有一种 想特别 对 想特别的感觉 可能他真的懂 他在笑你们这些小孩不懂字 我就是改他的名字 就告诉你这些文盲 有很多文盲 张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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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叠字 陈明星 陈月星 大哥 文盲 陈声 对 陈声 以前那些年代的人 是不是很喜欢叫先生 叫先生 先生 只有首星词 阿先生 不知道 陈声 我没经历过那个年代 你不是那个年代人吗 他 大哥 就是同学威龙的时候 你是多少岁 但是他用的时候 可能不是因为那件事潮 可能因为他小时候 就是这样的 陈声 这也很好笑 谭晴 凌静 杨伟强 叶鹿 是叶鹿 叶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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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 我认识个女朋友 叫什么名字 叶鹿 女孩子叫叶鹿 男孩子叫叶鹿 也会 谈情 但是是独到没有朋友 宁静是极吵的 宁静收声 林齿 林齿 我觉得现在 其实不是很多人知道是什么 那种水果 林齿不是一样 Hit的水果 是的 我会直接叫他做齿 江鞋生 算不算 即是怎么样 他的名字 直接有个X字 什么 他不是想说Anson Kong AK 那他叫 江业生 哦 是的 羊俱祥 羊俱祥就make sense 好个林俱羊 好个林俱羊 但是他输了个姓 他姓羊 当然有得玩这件事 对 陈殉晴 Hailey叫陈殉晴吗 叫殉晴那么惨 真的吗 先查一下 你知道她叫Hailey 我知道 什么啊 ViuTV一写Hailey叫陈玉熙 原名 但也不是这个孙字 陈希晴那么make sense 但不是 希子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读 这种字 但是 误别人叫殉晴 不是 有没有搞错 又是什么义 对不起 我不懂读 蛤 你读什么 你写而已 对 你懂读就不懂读啊 师傅 我不懂看 我个儿子叫陈俊宇 我家有陈柏宇灯牌 有次奶奶见到灯牌问我是不是整座名 不是 奶奶 没事 应该断猜你的媳妇不是帮你的儿子弄灯牌 不是帮你的儿子弄灯牌 没有帮你的儿子弄灯牌 也不要紧 总是错到这样 你说他进字做了第二个 所以 奶奶的逻辑思维呢 奶奶不会理解 不然就会问是否弄错名 是 司同罗湾 蛤 那时候 那时候说他是同罗湾渣血人 有没有人 真的没有人改四个字 不计复兴 两个字可以 三个字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四个字 传统 那倒是传统 即是激烈的海胆 都是那个例子 你的海胆本身都不是香港 本身都不是中国人 无关事 你香港人都可以改激烈的海胆 你改名而已 那倒是 你改十个字都可以 你可以写一篇文 哈哈哈哈 有一只三字经 是啊 有没有限制的 我仍然是初性本善 香港法律有没有限制 你的名字只能有多少个字呢 因为你的身份证位置有限 是的 但是你不写完我的名字 你又怎样对我的身份呢 警察 我要对你的身份证 好一下你去对 哈哈哈 千字文 读了十二分钟 哈哈哈 还要超显微放大镜 然后中间隔止有几个字 是同音字 让他输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查三分正要查两个小时 那他不是搞到想要教自己 放弃了 算了算了你回去 哇 这个字 这个姓 这个姓 sorry 那这些 人也许戏 人也许戏 你应该乱用你 应该 无事这个社会责任 工作在公公公医院 现在 什么时候 有些人有趣的 很多婆婆 叫牛奶 哈 不是吧 就是陈牛奶 很多婆婆叫牛奶 但是她的 有些人有趣的 其实就是零 没有人 没有人叫牛奶 特定 - That's so funny! - That's so funny! There's zero people called牛奶! - That's a very funny amount! - 看我們英文,原來很難理解有婆婆叫牛奶 - 高一點! - 高一點! - 因為是三二 - 點點? - 誰的朋友叫點點? - Abby的朋友叫點點? - 真名來的?花名是吧? - 我假設她的名字是點字 - 即是點字 - 其實是點字 - 點點也挺好聽,挺可愛的 - 很可愛! - 她要細粒 - 不是中文名,但中四上英文 - in - 上英文in的時候 - in - 你們兩個上英文韓嗎? - 但中四上英文in的時候 - 英文老師叫了男朋友也叫Sam - 不知道老師為何有人名表 - 和學生上都不記得別人的中文名 - 即使不知道別人的英文名也好 - 總之就是沒有誠意到一個點 - Sam,你說 - 你不懂嗎?OK,Sam,你說 - Sam,到你 - 這些是不尷尬的 - 是的 - 除非她本身是很好玩 - 即是跟你玩 - 是的 - 是的 - 但你不知道為何的話 - 即是你不覺得有趣 - 是的 - 如果你本人不覺得有趣的話 - 應該是全班都是這樣 - 是的 - 即是我估計 - 如果全班都覺得是好笑的話 - 你應該也會覺得是好笑的 - 是的 - 否則你會表達這件事 - 全班都覺得很好笑 - 但我覺得不是很好笑 - 那可能就是比較好笑 - 所以是 - 應該是真的不是很禮貌 - 是不禮貌 - 屎真香 - 是不是真的嗎? - 叫屎真香 - 誰那麼大招股 - 因為他普通話 - 你姓屎就自然有些名字是不能用的 - 即是你不可以 - 陳尿屁你都還可以 - 你不可以叫屎屎這個名字 - 因為其實你姓屎 - 你要不改這些名字 - 其實不需要刻意小心 - 你都知道不可以改這些名字 - 是的 -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假的 - 是的 - 除非你給我別人的身份證 - 沒錯 - 但我不鼓勵你拿別人的身份證出來 - 但你可以DM給他看看 - 陳廣偉 - 沒問題 - 誰叫陳廣偉 - 而且別人不說的 - 我不覺得名字是老土 - 是嗎? - 是的 - 如果沒有人告訴我 - 其實廣偉的名字挺老土 - 其實我不會覺得是老土 - 但我也不覺得是潮 - 他跟潮的距離遠 - 跟老土很遠 - 多很多距離 - 但我也不覺得他是老土 - 因為廣偉和偉都很以前的年代 - 把兩個精髓拍在一起 - 再用一個最多人的聲音 - 陳 - 陳廣偉 - 四個火字是甚麼? - 我不懂 - 有沒有的? - 有 - 有 - 有沒有五個? - 他打得出來真的有這隻字 - 是的 - 是的 - 是的 - 他是手寫的 - 可能很有心思的記錄 - 不是 - 藝 - 藝 - 藝 藝 藝 - 藝 藝 - 藝 藝 - 藝 - 藝 其實我經常覺得 ㄟㄟㄟㄟ和ㄟ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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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ㄟ 已經撞了 不是 三碗半牛腩麵七八疊 三碗半牛腩麵七八疊 就是這樣寄 他也喜歡知道 長知識 因為我經常都讀不到第六個 即是我讀不完六個 我在我腦裡問 我也覺得好像重複了 但你一拼起來就發現不是 你想想三碗半和七八疊是不同的 三打打打打打 是喔 打打打打打打 對耶 我現在認識呢 三碗半牛腩麵七八疊 安慈 暗慈 要不是她硬 œometer 是亂倫 是不是有点错 但是他可以不同国家 他是别人的皇后 他不同皇国 他的同学叫皇上 但我们假设是男女 姐姐叫皇上 也不叫皇下 我是一只狗 我爸爸姓曾 我叫曾汉子 他在分享他的狗的IG 你帮我开张身份证 没有身份证 没有证 有张晶片 对 可以写真汉字 英文是 可以写名字 对 你要写主人的名字 和狗的名字 所以Bessie有张晶片吗 有 然后里面就写Bessie 我想是 你想是 应该是 因为我不敢肯 因为我忘记了当时 说要做晶片的时候 就是要做晶片 是填什么呢 我们现在是假设 阿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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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不完 阿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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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丁丁 但他不是叠字 他两个丁不同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不明白 我一读出来叫丁丁怪 然后一个丁一个丁 对 我想起什么 妈妈 爸爸 没有的 真的有点特别 有点过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丁丁 狗名 又羊具长 有没有这么多人叫羊具长 我一个小小又霸气的男生 还是同一人 刚刚好像不是这个巨 对 刚刚是真的巨大 不是 我忘记了 巨羊是巨大的巨 巨长 我忘记了 巨羊 一定是巨大的巨 羊具长 他也是这个巨 小粒又霸气 我想问他 羊具长 他本人才知道 但是正路 如果他小粒又霸气 就是relative 尺寸 为什么 那当然是relative 你越矮小的时候 相对 你的手 但不是 应该是越短 我刚刚看了一番言论 我不确定是真还是假 但是他说 透过这么多个国家 这么多年 这么多研究 他尝试找一个人的身体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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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句 然后就是一个数据 但不是因为你的鼻子大一点或者小一点 所以羊句大一点就小一点 它不是有Torsal Relation 对 所以这些Statistic是没有意思的 但够用,我生了两个女孩 衛兵 我经常跟人介绍的名字是有智慧有兵雪聪明 是这样的意思 是有这样的意思 其实你改的名字是因为你没有那种东西 通常都是这样的 通常是欠什么才能够加 就是你欠智慧和冰雪聪明 真可憐,又是剧场 不是,它叫剧场而已 它叫什么剧场 它欠一剧 欠剧 其实这一集是不好玩的 我觉得都可以的 有些人的名字都挺 我觉得其实改名是重要的 有几个因素 我有点热 有几个因素 第一 要顺口 不要告诉我 每个人顺口的定义都不同 是 因为有些字是容易读 有些字是难读 没错 第二就是不要改来被人笑 是 你姓呜 就不要放那些美丽 不要放任何鲍耳形容词内做名 是 是 没错 因为它就变了贬义 否定忍 是的 不要因为为了特别而改名字 你那些字不要为了 因为没有人认识 所以就改那些字 这个不可以是个 Mentality 但其实不是的 你反过来想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同学 你总会学会他的名字 你人生就是因为这个人 而学会多这些字 那些字没有用 也用不到在其他身上 我认识一些没有用的知识 我大把 我是专家 没有用的知识 我拿PhD 你有没有看到我开班 你有没有看到我授徒 没有 你这些知识 你这些知识 就是很多人不断分享 一些无聊的知识 你才能学习 还有我有很多其心 去了解一些 我不了解的事情 因此才会开我这样的题目 没错 我忘了之前我们在说什么 但是预言了 那条片 你喜欢吧 你开心吧 你的名字 那就这样吧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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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